今天有一個屋主要分享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在 應該是新店的壁壇吧 他的地址應該在壁壇附近 那這個屋主其實以前他就有來分享過 他的車子還有他的工作 那今天是要來分享他的房子 他的人生幾乎都被我們看透了 那我們實際到現場去再跟大家分享 遇到臨時要拜訪客戶 卻發現自己的鬍子沒有刮乾淨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這一台 德國藍寶雙刀頭刮五刀 不到一百公克的重量 並搭配八千RPM超高轉速靜音馬達 包小巧的 就這樣子耶 沒電的時候使用USB Type-C充電 超方便 刮完清潔也非常的簡單 真的刮得超乾淨的 原價2690 粉絲優惠將歡迎多加利用 高級的房子 有停車場 衛兵車位 我們先到一樓區跟屋主通行 出來出來了 這地方是北新路耶 最車水馬龍的地方 我們的屋主清哥 好久不見了 對好久不見 上次見面是在台中 兩年前 台中 台中 你老婆也有來是不是 對 這是你的房子耶 對 哇塞 對 每次高速公路 每次經過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一棟 這是這邊目前的地標 對 本來旁邊有一棟高的 大潤發的樓上 對 現在這一棟變地標了 所以這邊是中庭的部分對不對 中庭的部分 那這邊是A棟 B棟 C棟 B棟 對它後面有步道 可以直接到壁潭 這邊可以直接走到壁潭 對 難怪它叫壁波法耶 壁潭旁邊的那個白色這一棟 對 喔 所以後面有一個菌 有一個溝菌 對 裡面都有魚喔 真的喔 裡面有魚啊 對 然後從這邊一直走走走走走 可以走到壁潭 對 從後面直接這邊就有路 摩托車那邊就直接到壁潭去了 哇 超棒 而且你們這一棟的這個造型的設計 真的很特別耶 就是有那種波浪的 對 這個好像那個 潮豬影員也是這樣子的設計 對 它的整個盤背30幅座 它這個是鋼鼓結構 30層 鋼鼓 純鋼鼓的 這沒上去看一下怎麼行 那公社 可以拍嗎 你這好窄 可以啊 真的喔 太棒了 不要拍到人都可以 對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進去喔 來來來 這邊是這一棟的打亭 這是什麼 天空樹 生命之樹 對 然後這是種子 真的喔 我隨便講的 真的是這樣 哇 當初的藝術 他們的介紹的時候 他們的建設 就是像設計師的概念 概念就是這樣 雲彩 雲彩 上面是雲啊 這個下面都有燈耶 晚上會打光上去 喔呦 真的很有感覺耶 然後這邊是會客室 然後有咖啡廳嘛 對 然後健身房 對 該有的都有 只有一個沒有好用 而且它地板全部都是這一塊大理石 對 不是隨便貼磁磚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上去 那邊看一下 對 出電梯了耶 所以看過去這邊是 新店的那個山景 超美的 所以房子在這邊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層六戶 喂 清哥已經進來了 哇 超讚的 我趕快把門關起來 欸 這個Won4Lock電子鎖是標配嗎 標配 標配喔 我們來看一下 噔 哇靠 這 這是怎樣 這個如果 不是清哥的話 我真的會亂想 會有些那個 小三房 就是做成這個樣子 清哥為人正直 我知道他不會 基本上是 以半電的概念 半個半電的概念去設計的 因為這個是沒有請設計師的 你自己 你自己想的 我自己跟我太太 我們那時候 一起 來思維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房子的設計 然後因為 也有一個很好的木工 木工幫你們做施工 所有的統統 但是設計的概念 是你這邊想的 對 比如說我們這樣講的 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是抽屜嘛 對 但是沒有問題對不對 對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剛好有人進來 會打到這個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說 好 只做到這邊而已 那打開的話就不會卡到 對 巧思 那還有一個 這個地方也是很巧思 嗯 這個我們打開嘛 我們雨傘有兩種 對 就是雨傘嘛 比較長的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短的 所以我們就要打開 喔 所以這邊可以掛雨傘 對 這個 這個是 本來系統櫃就有 還是他專門幫你做的 沒有 沒有什麼系統櫃 全部是木座 全部都木座 全部都木座 這個 這個 偷學起來 這個不錯喔 對 雨傘直接掛在這裡 對 因為你曬好以後 曬乾了以後 曬乾了以後 掛在那邊 要出門的時候 對 這裡就是你的鞋子鞋架 鞋架 鞋櫃 這個 板岩 這個是板岩喔 板岩 最薄的板岩 你不會看到說 這個櫃囉 你看它這個地方只有到這個地方 因為它可以進電梯可以彎曲 進電梯可以彎曲 所以它不用就這樣踩 踩一節一節一節 自然的 這是真的石頭下去銷下來的 對 板岩 因為木座我們很熟 因為下來的時候 尺寸也不會剛剛好 所以我們有買多的 你有買多的 多一點的 所以說它剩下哪裡 它就說那你可以 你說這個後面裡面就對了 對 這樣子做起來 裡面 我們把我們的插座給木工 它就把它設在這個地方 這邊 USB 兩個USB 然後插座 那個是開關 開下去才有電 沒開下去就沒有電 然後那邊也有插座 對 然後這全部都是木工 全部木工烤漆的 現場烤漆 這個花了不少錢 因為大家跟它很熟 所以基本上這個費用是自塞 還可以進行 這個不是只有房子櫃而已 連這個木工也做了這麼多 所以這一整排櫃體 都是什麼樣子的櫃體 我看這怎麼開 是直接箱 你看所有都沒有 對沒有手把 對 但是只有這個油而已 這個油為什麼 因為經常你會這樣抓 但是這個會造成很髒 哦 白色的部分 你這邊才做這個 剩下的下面 剩下的下面就這樣子抓 哦 比如說這電箱 就在這裡 欸 可是怎麼空空的 你才剛做好是不是 沒有沒有 這兩年 這兩年怎麼變新啊 這兩年 爸爸你看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這個的深度 可能你沒有想像到 我們這個櫃子 最主要是說 我們要出國 是不是有大的行李箱 那行李箱我可以放在裡面 哦 那這個的位置 就是有人來的時候 這張桌子 你現在看到 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 它是茶几 對 它可以升到這裡 它可以變成餐桌 餐桌 還有你的辦公桌 哦 欸這張不錯耶 那你可以拉到這裡 哦 這是現成的吧 外面有在賣是不是 還是這也是訂做的 這是義大利的 哦義大利進口的 這張 十二萬 這張十二萬 對 欸 我拿這一張就好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這是小房間 對 就是我退休以後的 退休要搬在這邊 因為小孩子都是住外面的 對 那這些就是我退休的 對 那另外呢就是這一張 如果說我兩個房間 萬一如果說小朋友都回來說 那你還要多一個床 對 我們就用這個床 哦這是沙發床 這個沙發床 哦 這個沙發床很強哦 它非常的輕鬆 嗯 它只是一個拉 一個這個拉著 然後呢 哇塞 欸這變形金剛啊 對 太厲害了 而且這個的尺寸 就是你的那種 雙人床剛好耶 對 然後這邊剛好又有這個 有點像床頭的那種感覺 對 欸 這個 這個不會也是一個要十幾萬的 對 十四萬 十四萬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這個非常的輕鬆 女孩子 小孩子都可以 都可以操作 欸這去哪裡買的啊 怎麼那麼好東西 這個這個要自己去 義大利進口 義大利進口 這也是在台北市裡面的精品 我沒有看到 它專門就是 比如說它一個牆 它把床直接 弄進去 我好像在電視上 有時候會看到 對 然後這個也是 下面有滾輪 也有輪子 可以移動的 對 這個立板也是超耐磨的 這超耐磨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驚奇的東西 驚奇 還有什麼驚奇的東西 冰箱 冰箱 這裡哪裡有冰箱 真的看不出來 這是冰箱 對 這是冰箱 來看一下 所以當時木工在設計的時候 就連著冰箱的這個一起 沒有 是我們那時候已經決意說 要買一個內砍式 內砍式的冰箱 冰箱 然後把尺寸給木工 那木工呢 就到著它的尺寸去做 那它下面是所謂的 冷凍� 下面是冷凍� 熱氣的出風口 下面有那個排氣孔 對排氣孔 所以砍入式的就是 它可能就跟 吊飲式冷氣一樣 裡面就準機就對了 對 那因為你現在打開了以後 上面是不是還有一個空間 對上面有空間 所以這整個房子裡面 它的空間 弄得非常的靈靈靈 完全的 包括你上面的這一個 這是維修孔 對這維修孔 它可以通到這個地方來 直接可以通到這個地方來 對 上面都是空的 這邊全部是空的 對 只是這個面材的部分 好像這邊是延伸上去的櫃子 這個也都是很特別的 一個紋路 還有木材在做它的跳色 這裡不是櫃子 這只是一個牆板 應該這樣說 但是你把它延伸到最上面 好像這一個維修孔 是直接延伸到這邊 但是感覺這邊是兩節 對兩節 真的很有巧思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 我們當初我們用好以後 劍商就想說 他把它買回去 你弄好了以後 劍商就給你買回去 他把它買回去 因為我們把這個房間變大了 這本來是一個套房而已 沒有 它是一個兩房 它是一個兩房 它只有23坪左右 23坪 全裝23坪 對 我們現在把它變大 變大的時候我兩房 最後你這地方 你還是要兩房的東西 但你看不出來 最終我們就把它回歸到原來的兩房 嗯 兩房的時候就在這個地方 嗯 這個地方這個是核四房 核四房當我把這個門 拉起來 它就是另外一個門 然後呢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拉起來這個門是透光的 對 這邊會透光 還有窗簾 樓美窗簾 哇賽 樓美窗簾 樓美窗簾 然後把它先拉過來 好 那你這個門再過來 這邊有鎖 還有鎖耶 它可以從裡面鎖 那這就是一個日式房 喔 對 這是一個有一點像核式的 對 而且你這個下面還有做燈光 對 這個坎 踏街還有燈光 對 因為之前在三重的時候 就有這個經驗 就有這個坎要 比較好看 因為以前的坎比較小 因為我們人上去了嘛 嗯 那以前是大概只有到這裡 對 那等於說我要去撞到這裡面 所以我們就跟木工講 上次做 做 上一次 對 對 所以說他就把它拉開了 哇 那因為本身我也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我那時候在冰箱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我要咖啡器的寬度 咖啡器的寬度 對 現在目前來講這個是膠囊咖啡器 但是指正的是 所謂的 沿磨的 對 設定好了 所以這個寬度 剛好就一台咖啡機的寬度 對 一台咖啡機的寬度 OK 所以你現在放的是這種 Nespresso 對 膠囊咖啡 然後呢 那你的杯子就是放在這裡 全部都 都已經設計好了 設計好了 那你喝咖啡的人 有些人不喜歡用自愛水 對 那你想要用礦泉水 怎樣還有 特別礦泉水的地方 真的耶 這個礦泉水放 而且這寬度剛剛好 剛剛好 我們有涼過 還涼過 太厲害了 然後這關起來 好 那當然有一個巧思 就是說 這個可能要從這邊看 這也是因為之前的經驗 不是最好 前目工修正 那我們現在看到 如果說我把門拉過來的時候 對 好 全部拉過來的時候 好 那它的洞 這邊是不是有個洞 對 這邊就會有個洞 我們請它做一個木板 喔 拉出來的時候 剛剛好擋住 對 然後你也不會看到一個洞 喔 本來這邊推進去的時候 它跟著一起推進去 它等於是一個盒子 對 喔 欸 這個如果沒有經驗 應該是不會想到 不會想到 對 真的耶 那因為也是同樣的一個木工 同一個木工 所以說它知道 我們跟它講的 它知道說我哪個地方可以蓋 喔 那這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 類似於麻將桌的 這裡哪有麻將桌 這類似於麻將桌 這麻將桌 它直接可以升上來 喔 電動的啊 按下去就有電動了 直接上來 哇太酷了 所以這邊等於說 真的是一個合適 還可以泡茶耶 對 泡茶泡咖啡都有 對 那你泡茶泡咖啡的時候 嗯 唉唷 好 那你泡茶咖啡的 這有坐墊嗎 對不對 坐墊就在這裡 坐墊的位置也都幫忙 都設計好了 對 這可以放坐墊 嘿嘿嘿 真的 我們兩個坐在這裡 有沒有剛剛好 看風景啊 風景就在那邊 哇賽 靠 這個 那這個門 因為當初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比較很怕那種 弄雜音 噪音 對 所以說我自己 就有貼了所謂的隔音條 汽車的隔音條 噢隔音條 噢隔音條 沒有什麼聲音 好幾乎沒有 打開 噢 因為那邊是快速到 那條 那條是橋 到 壁潭耶 那是壁潭 然後是國道山 噢 哇賽 你這個 那這個咧 這個也是 這個是 過世在我女兒 我們說 跟他講的我們兩個老的 要在那喝咖啡 對 然後他就好 他就去Google 然後去買了這個 這套 這個不錯耶 直接掛上去就可以 直接掛上去就可以了 唉唷 我也要來Google一下 然後 這個也是木工 我剛才講說 這個東西不要 不怕 不要怕晒 耐掉的 對要耐厚性要夠好 然後他也很好 他很直接 他一定要弄得一節 這節拿起來 這一個可以 清潔啦 這都是 這都是 細節的部分 對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裡面 也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 燈光的部分 對 這是真來假的 假的 假的 因為這個地方 你會有一個空間嘛 對 那就很醜啊 而且很容易有灰塵 對 我們就去買假的 這個就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哇 這整排的燈條 然後再加上這個綠色 很有網紅 網美的那種情境耶 而且你看這個 看出去那邊是 那個什麼山對不對 對 那個 安坑嘛 安坑 對對對 海外就有夕陽了 哇 真的 之前就是這棟最高 對 現在你們這棟也是 我們這棟 高度當然它是高 因為這是三層 它看起來 它的面積比我們更大 但是我們的整個的規模 景觀啊 外面看過來之後 它是優質的 我們是比較 比較顯眼 對 比較亮眼 對 所以這個進來了以後 它就是這一間就房間嘛 對 然後這裡 這個牆是怎麼怎麼做 怎麼有辦法弄這個 這個的牆 原來的模式是 這邊有一個窗戶 這邊本來有一個窗戶 有一個窗戶 那我們覺得說 這有窗戶啦 兩個 兩邊開窗 對 那邊的開窗 你是看到的 後陽台的窗 洗衣機啊 那些 那不如把它封起來 我把你封起來 那因為我是開旅行社的 對 世界地圖 我擦個牙灘 我去哪個國家 擦過期的 有嗎 你還沒開始做 我感覺這個好像又有什麼 什麼 沒有 這個地方裡面的 這兩邊都是置物 這邊有置物空間 還可以往內滑 然後這裡面的 這兩邊都有擦座 你看到USB操作 裡面都有擦座 對 兩邊 兩邊都有 這個應該蠻貴的 這個 沒有 這個都是木工 木工做的 我說我要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好 我去設計 他說最近 因為是兩年前的 對 他就說有比較紮實的 我說好 那就去拿紮實的來做 不然以前的很不紮實 比較小 會晃 不會晃 只是你看起來 還沒效用 沒有那種感覺 那種質感 這個如果底下還可以 藏個什麼東西 可以啊 可以啊 都可以藏很多東西 那冷氣全部都是這種 吊影室的 對 那另外就是廚房 廚房還沒看 那這個廚房來講的話 這個牆是有打過的 牆有打過 不然本來是怎樣 本來是它比較靠的那一邊 那我們把它打過了以後 這是留的size 是比較正規的 另外這個是我們家的 因為整個都是白色系列 所以你這邊就貼了一個 有一點磁磚 藍色的磁磚 對 復古型的磁磚這樣 然後這個櫃體 這個應該也是後面做對不對 對 這邊 到這邊都是後面做的 那本來它留的空間就是冰箱的空間 然後你現在冰箱就改到那個內坎式的那邊 對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你的 電器櫃 電器櫃 就包在這個地方 而且電器櫃 這個怎麼做不規則形狀 又怎麼 醬油啦 醬油罐 然後這邊有一些小的 胡椒鹽什麼東西的 這一間雖然是小兩房 但是它的配備跟一般三房是一樣的 都氣泉 然後另外就是在這地方 會洋台 會洋台來講的話 一般的會洋台是沒有這個紗窗 那它這個只有配紗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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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們就跟木工講 你自己裝啦 對我就跟木工講怎麼辦 然後他說好他解決 他解決結果 他就去做了一個這個 外框的部分 對外框的部分 你看看 你剛才問到的那個房間的窗戶在這裡 在這裡 對我們覺得 把它封起來 封起來以後它不是背面像這裡嗎 對 不是白的嗎 那很難看啊 我們就去照相啊 我們自己去看 北投的 北投的照片 在陳妍它的一個景景 然後去放大 沒辦法放大 顆粒就會比較大 沒有辦法 連這邊都要做風景照啦 對對對 那這邊就是一個後陽台 那這後陽台 因為我們也有 因為本來這個洞裡面的 在旁邊的那個 跟隔壁的 它是用到冷氣那邊沒有一個柵欄 哦 他們也沒有柵欄 對我們發現這樣 他跑過去就可以過去了 哦 等於說你這邊 兩邊的柵欄 你中間做一個隔柵 對 拿這個費用就是跟隔離間一起 share 這樣 他也是請木工去做的 木工幫你們做這個 對 那這個天花板也是嗎 沒有 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有了 這個是防火門耶 對 這本來就有了 上面都已經掉了 這個還在維修了 就是那個隔音條 對 所以這個也裝了一個六百萬拉門 都沒聲音的 這個等於是做一個擋板 對 做一個擋板 這樣就不會卡到 對 細節的部分全部都做到好 怎麼少一個東西 廁所沒有 廁所 是公共廁所嗎 這個廁所就是要用肩膀去開 為了用手 因為你手指紋 不要指紋 那我們就用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這邊等於是外出的時候一個外出鏡 對 然後打開的時候 它是一個廁所的 對 一個三建築的廁所 那個廁所 當初他們的標配是沒有那個窗 沒有那個 那邊有一個採光的窗 對 我們是請木工幫他打個洞 打一個洞 結果他打的洞太大了 我們覺得也不錯 你也時間放 上面就直接放 發盆盆 對 那個如果說 進來的時候 就不會說太暗 完全是暗的 黑的 對 那一樣它有那個 那個五指紙的那個牌子 那這個 這一間有 就是全部都標配是不是 標配 我們沒有改 就是Panasonic的免制 然後 檯面 然後全部都有 對 全部都有 沒有 還有房間 猜猜在哪裡 不是都沒了 看一下 這樣子 欸 看不出來 就這一間嗎 沒有啦 這不是一間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西四房在這個地方 喔 這裡還有一個房間喔 對 這還有房間 所以剛剛那邊是一個房間 對 這邊有一個 所以你的兩房是這樣子 對 那因為呢 要把六井擴大 所以說就犧牲了它的空間 所以說這個房子是 不要讓你在房間裡面 把你逼到外面去 喔 所以等於說這個房間 也保留了一個窗 對外窗啦 雖然說 這個有對外窗 但是小小的 對 希望說就是都在外面 這邊就睡覺 單純睡覺了 對 那這個就是它的 喔 你這也做了夜震 這個也坎路式的 這個夜震是有亮度 我用這樣子滑的 對 它有亮度 亮度喔 這個可以盯命的 那另外呢 這邊也有一個 嗯 這什麼 喔 這一條也是有亮度的調整 那這個主臥室 就少了一個東西囉 少什麼 化妝台 化妝台 對啊 這還有地方可以放化妝台嗎 不是剛剛好 化妝台變出來了 怎麼樣 化妝台就變出來了 這怎麼這麼多 拿來化妝台 拿過來 拿過來變什麼 化妝品那些的 全部都擺在這邊 然後這邊 對 唉唷 這很像來到日本的那種 全人改造 改造宅那一種 那就是 木工跟我太太 還有我們 還有我們 思維 我們把問題丟給木工 那木工說 覺得可以 然後就幫你做 尺寸要抓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還有 這邊是櫃子 這邊是冰箱的後面嘛 但是還有一點點對不對 那你進來的時候 你的衣服要掉在哪裡 欸 不知道 這邊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掉 那你房子掉在這裡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是說太單調色澤 所以你這邊 所以你這邊 這個壁紙很特別 很特別 質感也非常好 然後掛這個 然後這是衣櫃 然後這是衣櫃 衣櫃也放了鏡子 就是 把這個穿衣鏡的都整合在牆壁上了 衣櫃的櫃底上面 對 唉唷 所以你都還沒開始入住是不是 全新的 太油大有入住了 準備要搬過來 然後這個也是把手也非常的特別 這個五金箭 不鏽鋼的 這個門也很重 真的耶 所以它的隔音非常的好 隔音非常的好 對 都很有福氣認識到這些朋友 那我們有辦法見識到這個美景 你看看這個 那個就二高 對 那個算是 新店跟安坑的交界那裡 這壁潭 對壁潭 景觀超棒 對 所以妳就三不五十 跟妳老婆在這裡 來來來來 喝個咖啡這樣子 來來來來來 喝個咖啡這樣子 口罩先脫下來 好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喝 我們這邊看過去那邊就是中 中和那個方向了耶 對 然後 前面那個是安坑 安坑 對 然後這壁個是高速公路 對 這個前面又有水 對 然後這壁個高速公路又是這樣子跑 對 你這個風水很好耶 對 怎麼會想當時怎麼會想要買在這邊 我記得妳是住信義區嗎 對我住信義區 當初 當初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女兒呢想要買房子 女兒要買房子 對 那我們呢 因為經常到高雄 那從信義快速到就經過這裡 喔 你就是要去高雄的時候走信義高 對 然後經過這邊看到這一棟 這一棟 然後就有一天呢 就帶著我老婆來這邊 來來串門子 來串門子 對但是還是用一種心態 不買的心態 看看而已 對 結果呢 當初呢 結果沒有想到呢 來接待的是一個高層 一個高層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是高層 然後就講一講 就好了 那個高層也是年輕人 他講話談讀說非常的棒 非常的不錯 那回去呢 他就跟我女兒講了 結果女兒是說 他要台北市不要新北市 年輕人嗎 你女兒還是要門牌還是要台北市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團員覺得還不錯 二次再過來 然後呢 就知道那一位年輕人的角色 高層的角色 你才知道他是高層啊 對對對 是不夠高層不能買 沒有沒有 當然 因為當然有提到高層的時候 當然這個 下去的力道 價格 對 那就很漂亮 很漂亮 就給他買下來了 就給他買下來了 第二次來就 可是你不是要買給女兒嗎 女兒又不要 你幹嘛 我們以後 我們現在 退休要來住的地方 要買給女兒 結果你後來 自己看一看 自己越看越喜歡 然後結果自己買下來 準備當作退休房 對 這整棟的管理會 還有裡面的管理設備 那些東西 逐漸的 已經上軌道 上軌道 而且都非常的棒 質感非常的棒 內裝質感還有用料 都用來不錯 都非常不錯 包括地下停車場 當然 因為他的停車位置 那些的空間都夠大 所以造就了 他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租金 在兩年前只有五千塊 四千塊而已 你說停車場一個月四千塊 對 現在已經到六千塊 停個車要六千塊 因為他的設備 還有他的這個 舒適感 因為你開車的時候 不管你是休旅車 叫車 對 七人坐的 都可以停 沒問題 超跑也可以停 我看到一台法拉提 然後呢 也因為他這地方 待會我們再去看 還有一個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照就了說 我現在呢 如果說要買房的時候 第一個大廳 他的樓可以醒的部分 還有他空中花園的時候 現在要去看的時候 幾乎很少可以比得他這樣子 你是說他的所有的條件 對 很難找到這樣子條件的房子 對 所以這真的是 我遇不可求耶 我從淡水找到巴黎 再從巴黎走到的青埔 青埔 然後又到台中港 對 台中港 我們還去台中港 台中港兩次 後來發現 他這邊的一個建築 包括他整個的建築物 建築物結構 對 地震這麼多 你也不用 因為他已經挖到的B6 停車檔到B6 停車檔到B6 對 所以說他的一個穩定性是 因為挖的月深一路在 對對對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裡面 就是當初我們想這 退休的位置點 那也不要說說 要綁著小孩子跟著我們一起住 對啦 就讓小孩子自己有想要去哪裡的 對對對 他們就去囉 那你算是比較開明的父母親 通常父母親都會替小孩 對 想好他的房間就在這裡 他就一定要回來住了 所以通常父母親都會滿大 結果你這個 反而說買小孩 到時候沒地方 你要自己出去外面 對對對 當然就是說小朋友來講的話 他們有自己的一個理想的位置 對 那他們就想要他們去哪裡 你現在看到 像這樣的那個 夕陽的景色 跟剛才現在有一樣 真的夕陽在那邊 他的位置點 他的變化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呢 他旁邊呢 也有一個山 在4月份的時候 是螢火蟲 那不會螢火蟲 在吊橋旁邊 所以走過去就可以看 走過去就可以看 150公尺 真的很棒耶 150公尺就到了 所以這裡應該 所有的優勢全部都有 比如說交通也有 高速公路也好 捷運也好 全部都有 北新路算是省道 對 該有的這種交通機能 都應該都算是齊全 他目前的居民來講的話 吸引律師 律師 對 教授 退休人員 退休人員 比如說我們這邊 還有餐廳的 或者是其他的業者的老闆 有住進這個地方 這個當然 這種等級的都 不是這種的 怎麼住的進來 最主要是說 大家 在整個的管理上 有一個共識 就是 整個的水平線 水平線比較高 比如說剛進來的時候 那個門的外面 沒有人把摸鞋放得 乾乾淨淨的 絕對不行 讓整個社區裡面 素質有在管理 對 我覺得 因為這裡是新店 也算是熱鬧的區域 在壁潭捷運站旁邊 不是只有機能 還有交通而已 它還有景觀 你看這個 你在這種地方 心情會特別好 但是 我們當然不是 只是要問這些好的 對不對 你又覺得說 什麼地方 是挺乾淨的 它這個地方裡面 如果說 它要去做一個完善的時候 因為現在 目前它是兩年半 它的整個的區域的空間 外牆 還有那些的整潔度 因為 跟物流 物業 他們的配合度 就是整潔的部分 還要在加強 你說這個社區的部分 對 這個社區的部分裡面 因為你會看到 譬如說旁邊 或是那個玻璃 灰塵 他們這些的居民 都知道這種狀況 而且他們說 外面的玻璃 有專業的人 有知道的人才可以去做 才有辦法做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的管理 它還是慢慢的一步 那個就跟錢有關 你這管理費一定很貴 對不對 這管理費 2500多 一瓶大概多少錢 90到100 那其實還好 90到100 90塊 我今天去聽到 有一個社區 它是100塊 在龜山 因為我們這邊 是沒有游泳池 它的是有游泳池 有游泳池 就會貴很多 就會比較貴一點 所以等於說 大概90到100塊 然後如果是這種 小房型的話 其實攪起來也不是這麼的辛苦 差不多可以接受 就對了 那除了管理的部分 你覺得 比較 還沒上手 還沒完全上手 還在交接 還在交接的當中 還有其他的嗎 其他的沒有 它整個社區的百姓也好 住戶啦 什麼百姓 住戶啦 其實他們都蠻配合 都蠻好的 還蠻不錯 素質這肯定是 那我來想看看 既然是要退休宅 醫療資源 這個在山邊 醫療資源 在前方大平頂那個地方 就有慈濟 就有慈濟醫院 兩站就到了 對 兩站和一站就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醫療資源也還不錯 也OK 然後旁邊就有大論發 現在就大論發 這個我挑不出什麼毛病 有啦 價格現在很貴 對 價格貴 跟我們當初的單價裡面 當然就是說現在已經有 因為我們看到的 鍵商還在賣 實價登陸到86萬 一平86萬 對 實價登陸 沒有現在鋼材很貴 所以他這個又鋼鼓了 對 整個都漲價了 這個東西 蓋上去的時候 鋼還沒上 但是他要跟著實價 現在價格比較高 不過呢 因為他的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然後景觀 還有他的建材用的比較好 對 那我們剛剛聽了這個清哥 跟我們喝了這個咖啡 感覺非常好 喝了咖啡以後呢 就吐露一些新生 買房的過程的優缺點 最終還是要來一個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清哥你講真心話 讓對這邊呢 這個新店周遭 最近其實新店也是長得很大 非常誇張 這個叫央北重畫區 央北就是在新店高中 也都六七十萬應該要了吧 要 都是這個價格 所以如果說得天獨厚 在捷運站旁邊 然後又有這樣的景觀 大概這個價位呢 我覺得如果有需要或喜歡的 應該也不會覺得貴 不過我們最終 這個真心話不冒險 還是要來問一下 假設再回到兩年多錢 一樣這些預算 對 或者是以今天來講 對 這個預算 你就會選擇這個房子嗎 我會再買一間 你會再買一間 因為它現在已經 沒有這種的建物了 都面前面山了 剛剛那個山景 對 而且 合景沒了 當初我們有考量的 為什麼不要有七八樓 沒有合景的 因為怕對面的那些 如果是改建 如果都根的話 對 蓋起來 那下面有停車場 那個在巷子裡面 不會蓋太高 但是如果你這個樓層 已經到這麼高了 就不用擔心再問 對 所以說那時候我們在買的時候 就直接問建商 最安全的數字是在哪裡 他說18樓以上 所以你就買18樓以上 現在18樓以上都洗手了 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面合景的沒有 然後面山景的 面山景其實有些人也可以接受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自己來這邊看一下 還有山景的還有 那我們今天感謝清哥的咖啡 還有他招待我們來看這個百萬大美景 真的太棒了 有機會 應該可以來現場看一下實際的狀況 如果 未來我看那一棟 如果就算蓋起來 這邊真的蓋起來 也沒有 也沒有這種 不會超過我們的 真的是 我們感謝清哥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你遇到臨時要拜訪客戶 卻發現自己的鬍子沒有刮乾淨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這一台 德國藍寶 雙刀頭刮鬍刀 不到100公克的重量 並搭配8000RPM 超高轉速 進行馬達 包小巧的 就這樣子耶 沒電的時候使用USB Type-C充電 超方便 刮完清潔也非常的簡單 哇真的刮得超乾淨的 原價2690 本師優惠將 歡迎多加利用 操作者 從香港購入 不然你對我而言 那天主要是 製造成時 就能找到 無法治療機